猎鬼是最有趣的猎物 猎人那重归于尽的技能 注定要用在关键时刻 尤其是终结比赛 所以不建议猎人开局就亮明身份 否则关键时刻没有反派是投你 你将功亏于亏 而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接下来的对局将诠释这句话的意义 准备好狩猎了吗 GoGoGo 大魏忍者间谍 有个一次性任务 先把它做了再说 确认一下没有一伤 卡刀失败啊 我得自争 我脸一个开局第一个任务好吧 问鱼的任务 而且只有一个任务是我的 这黄茶椅子跟着我 他答应我 我是预言将 我在夏城做任务了 我跟青色一伙的 青色做完任务到之后 我去楼上做任务 然后说当作电梯你们就点报告 然后你们就点报告了 不是绿色青色你们俩做任务 怎么今天没动啊 一般不是上来做一次性任务吗 我能做任务了 我觉得绿青有嫌疑 谁我跟票 偷谁我跟票 我偷你了 为什么不偷绿色啊 就剩一个内鬼了 我要去看看监控抓到他 这个绿色是有嫌疑的 离他远一点 作为猎人一定要眼光溜落 耳听八方 而监控正是收集线索的好帮手 他在干嘛 我竟然被吃了 我堂堂一名猎人间成了大卫王的猎物 只能尝试发表情让其他人看到了 白色看到没 还有粉色 可恶啊 他俩挂机了嘛 一动不动 这还怎么赢啊 太坑了吧 行行啊 喂 行行啊 气不气啊 尝试让你和我 气不气 气是你 遇到俩挂机的算你好运 要不然有俩挂机的早就看到你了 白色粉色挂机 时间过去越久 希望就越渺茫了 草原在不断见缘 五分之后 这种局面估计很多人都退了 只有我还在苦苦坚持 我活了 绿色你个小可爱 行行啊 我被大卫王吃了 然后 看来我多说无意 那就怕如将计就计 还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 但是白色挂机了 崩错了可就直接输了 哎 气不气啊 让你和我 气不气 我要让嘲笑我的人彻底闭嘴 我要肩负紧所有团员的期待 崩崩崩崩 崩了他 OK 自拍你 猎人 高端的脸人 往往以猎物的方式 重现 没想到吧 红色 一场猎人的表演 分享给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